来看看新闻榜 的记者 5月10分陈冠希夜游京城 记者跟拍惯惜怒之 活动他人拳脚相加 记者报警 惯惜逃窜 很快这条微博被包括 新浪娱乐在内的多家 网络媒体转载引发轰动 而新娱乐在线也在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微博中提及的 被打当事人马先生 他向我们还原了事发经过 他在吃饭我们就在旁边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过往的路人也拍他 我拍完他我们要走 然后在下伏地的时候 他们就跑出来 然后他跟另外两个人 其中一个男人就把我 从伏地往上转 然后没让他们转住 然后就下去 就到伏地下面 然后那个 陈冠希就一直在骂 用粤语骂 骂脏话 陈冠希应该就跟你 没有直接发生冲突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他就在我旁边 然后就在不断地骂 随后 现娱乐在线 也得到了马先生同事 拍摄下的现场画面 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 但是双方推扫的动作 还是十分明显 画面中主要动手 推扫马先生的 是这位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 而一边穿白色T恤的 则是陈冠希 他在一旁不停比活着什么 从视频中不难发现 陈冠希和记者之间 的确发生了言语和肢体冲突 据马先生透露 当时自己的一部随行相机 也遭损坏 事后马先生所属的 风行工作室立即报警 凌晨四点 当时双方达成和解 那现在这个 就处理的结果怎么样呢 就那个 主要打的人 就配一道下 然后那个 配上那个相机的损失 只是虽然参与动手的男子 被带回派出所 但陈冠希始终没有现身 事发后几个小时